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分享两则印度三哥的最新消息 第一则消息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证实正在考虑向首都德里派遣军队来应对新冠的危机 第二则消息来聊一下胡锡进和沈亿的有关争论 首先聊一下第一则消息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发了一条推文说 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向德里派遣军队以应对当前的新冠危机 那么这一条推文是得到了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的证实 是一条真的消息千真万确的 那么这一条消息你读完以后细思恐急 说明印度社会已经濒临崩溃了 已经正在内战的边缘了 需要动用国家军队 进京秦王啊 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才会动用军队来维持秩序啊 都是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说所有的办法 所有的措施我都已经用了 但是没有效果 所以我才会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军队来维持秩序啊 对不对 你看一下古今中外 特别是中国历史 明末农民起义 还有三国时期 汉朝末年农民起义暴动 都是利用军队来维持镇压啊 所以说明印度这个国家已经崩溃了 正在内战的边缘 这个雷已经爆了 我看了很多抖音视频啊 印度现在有很多人啊 我不知道是良民还是不法分子啊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正在把这个路火发到印度政府身上 出现了打杂烧而且攻击印度的政府官员警察 说明啊 这个国家已经乱套了 内部矛盾已经没有办法调解了 所以必须要用军队 那么问题来了 今天我为什么要聊印度部署军队呢 印度人干印度人 不关我们中国人事啊 我们中国人应该隔岸关火啊 但是呢 不要忘了印度有可能转移内部矛盾啊 他今天动用军队来得理进京秦王 维持秩序 他明天就有可能在中印边境制造摩擦 把这个锅摔给中国 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受害者 我被中国人欺负了 所以全世界赶紧来帮我印度对抗恶霸 中国 所以这个事情啊 绝对不能小瞧啊 中国政府应该重视起来啊 印度已经动用军队了 这个国家已经崩溃了 那么 前几天啊 中国一个机构发布的一个图 讽刺印度的也是说明这个国家崩溃了 啊 就是那张著名的 左边是天和空间站的这个点火 就是用火箭发到太空点火 右边呢 是印度正在焚烧了一些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尸体 说实话 我是非常赞成这个画的 就像当年这个乌合麒麟发的讽刺澳大利亚的话一样 就像那个中国的插画师讽刺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话一样 都是入目三分啊 而且讽刺的非常到位啊 表明了中国高科技的长足进步 同时讽刺了印度 在这个新冠危机里面苦苦挣扎 戳破了戳破了他一个伟大国的假象 对吧 非常有道理啊 那么就是这个画呢是遭到了胡锡进还有沈亿的争论啊 很多油管的博主也是聊了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主要是来聊这个话题的 那么刚刚我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画的 有的时候啊 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 你就必须要来印的 因为印度这个下三难的国家 他就会欺软怕硬 你对他硬 就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啊 拿棍子跟他说话 他就会臣服你 如果你跟他软 你跟他援助 有可能会起到一个反效果 对吧 龙虎与蛇的故事嘛 所以啊 沈亿才会说 中国不应该去帮助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不应该去帮助印度 因为这个只会适得其反 而且这个讽刺话 最后被删帖了 被撤了啊 中国不应该这么做 就应该刺激一下印度 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外部的舆论环境 已经这么差了 擦上加擦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啊 对吧 为什么要拿捏我们自己的尺度呢 为了印度人的感受 人家印度人有没有体会到中国人的感受呢 印度最近一段时间啊 在国际上英文媒体抹黑中国 罪魁祸首就是印度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在华文媒体 积极的抹黑诋毁中国 但是英文媒体就是印度 包括前一段时间台湾炒得非常火的 所谓中国 大陆的海底捞 在台湾开了很多分店 然后在这个店里面安装了摄像头 结果呢 印度人说啊 你这些都是秘密的啊 窃取了台湾人的所谓资料 然后秘密传给中国大陆啊 不人道没有人权 这个首先是印度人报道的 印度人在加拿大的一个英文媒体上造谣的 然后台湾绿委 民进党绿委拿来用的 所以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其实八成都是被印度人诋毁的 所以中国不应该考虑印度的感受 该印的时候必须要印一下 所以我个人认为 省意的话是对的 不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嘛 中国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软是没有办法的 你软人家以为你中国人好欺负 所以该印的时候要印一下 但是但是啊 我要强调一点 我是同意省意教授的这个观点的 对印度对这个西方要强硬 但是呢 同时我还是比较赞成胡锡进的说法的 我也是赞成胡锡进的说法的 因为啊 胡锡进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一般老百姓你激进一点没有问题 你不想当圣母表没有问题 你不想去援助印度这个氧气瓶啊 给印度一些抗疫的物资没有问题 因为印度是中国敌人 而且去年印度啊 跟中国干了一仗啊 是有血海深仇的 普通人反对没有问题 但是官方机构的账号啊 在这个时刻不应该过度的刺激印度啊 他说呢 他用的词可能有点不太贴切吧 他说 什么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刻 高举人道主义大旗 表达对印度的同情 就说 中国应该在这个时刻 装一下这个圣母表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这个话 确实是让很多中国人 网友感到有点窝火的 就说 胡锡进你是臣妾主义 你太在乎这个 外国的想法了 你就把外国捧在上面 把中国自己人看扁了 我觉得胡锡进的意思呢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他可能用的词 没有用的非常的贴切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认为胡锡进想表达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作为一个官方机构 必须要有一些官话套话 必须要克制 以免落人口实 我们都知道 这个所有国家的外交机构的发言啊 其实并不是 这个极端的所谓爱国主义 或者是极右主义 都是比较这个中立的 就说不能够给人一口实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外交机构啊 说错一个字就很容易被人拿到口柄 把柄 对不对 你这个赵立坚 还有华春莹 那些独运轮的媒体啊 都是长枪短炮啊 就拿一个显微镜看着你 你说错一个字赶紧啊 添油加醋 一花接物啊 说中国政府说了啊 中国政府正在鄙视 歧视印度人啊 等等等等 对吧 中国政府要打台湾啊 等等等等 所以说作为一个官方机构 有必要 每一个词 每一个字 应该特别是发的图 应该考虑一下 对吧 不是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是考虑 不应该给人一口实 对吧 不应该让别人抓到把柄 来攻击你 把你说的话 作为他们的工具 来攻击你 所以我认为胡锡进 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胡锡进 是一个臣妾主义 对吧 我也反对臣妾主义的 而且我认为啊 这个现在官方 还有胡锡进啊 其实啊 大家都没有看透 我认为现在胡锡进 和中国官方 都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表面上给印度一些防疫的物资 给了五万瓶的这个制氧机 对吧 五万瓶的这个氧气啊 还有一些制氧机 表面上看 中国给了印度很大的帮助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真的如此吗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啊 其实中国这是啊 这回表现的像一个圣母表 但是其实呢 就是要玩弄你印度 你五万瓶这个氧气 还有几万台制氧机 对印度来说 是杯水车薪啊 五万台印度有多少人口啊 13亿啊 仅次于中国 你这么点 抗疫物资 不能够解决问题啊 我打个比方 印度就像一个得癌症的人 中国现在拎着一袋苹果 去病房看印度 然后呢 客套话 客气话 说的 那叫一个好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给 这个国外媒体西方看的 看到没有 我对印度没有落井下石 所以 印度 如果你今年要挑衅我中国 你就没有道理 你就没有道义 所以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后面 很多政治的操弄啊 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看懂的 普通人不应该带有一个非常 这个主观的观念 去看待一些问题 中国现在 象征性的帮助一下印度 确实让很多人感到不爽 认为印度不会感谢中国的 但是呢 你这个还是要做一下样子嘛 所以胡锡进就是作为一个官方的机构 代表中国政府 说一些 中国政府不愿意说的话 对吧 然后审议呢 审议的话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这两个人都是有道理的 这并不是说我想做一个企业强派 我不想去批评胡锡进或者是审议 我想我不想让这个流量损害了损失了 对吧 你如果过分站队了 胡锡进还是审议 你都会掉粉的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自己个人想法也是如此的 我既赞成胡锡进也赞成审议 我既赞成 我既反对胡锡进的说法 也反对审议的一些说法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的理念了 就是做什么事你都不要太过分了 中庸懂不懂 中间 所以视频的最后啊 再来总结一下吧 胡锡进和审议啊 其实代表着中国民间的两种看法 两种思想的碰撞 我并不认为这两种思想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或者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应该各取其长处 然后回避其短处 胡锡进呢 作为一个环球时报的主编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去说一些 过度激进的话 毕竟啊 他是一个官方机构 他说的话都是 拿捏得非常准的 对吧 那么审议呢 他也是代表着年轻一代 人啊 对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看法 你如果冒犯了我 我就必须对你强硬 中国应该有态度 不应该考虑别人的感受 过度考虑别人的感受 否则中国是在自负手脚啊 所以 我还是认为这两个人 做的说的都是对的 关键就在于 拿捏一个尺度 就是这个度要把握好 不能够太太激进了 也不能太过跪舔西方了 所以啊 至于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 还是交给各位网友自己去看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